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来桂林市龙盛县品尝的壮主菜 非常美味 而且挺先进泰国菜 这是五四糯米饭 五四糯米饭是我们壮主的一个产生 这是我们这个壮家的竹筒鸡 这个竹筒鸡也是用这个土鸡 用这个新鲜的竹子清真是我们壮主代客的上等点 三月三快乐 然后还去柳州市三间洞竹自制县品尝洞竹菜肴 老板 我作为一个泰国人 我听说东竹 东不离酸喜欢吃做菜是吧 东不离酸呢因为以前啊 老人家它这个乡下 基本上是这种农村的它没有市场 煮肉的话你养一年的土猪 或者养两年的土猪 然后你杀一头土猪吃不完 用那个土潭那个腌酸 过了大概八个月到一个月 往后就变成酸肉了 想不到酸肉跟泰国东北酸肉一样 感觉又到共同文化了 来到古林隆基主要就是过来看楼梯 不吃不吃 过来看体田 桂林有很多美丽的景色 隆基体田是虽来不可景色好美 沿着这个山的形状修建了这样一层一层的梯田 来种水稻 虽然泰国也有梯田 但是没有隆基这么做过呢 啊 好大 随后我们来到仙人山茶厂 这里不但有好景色 还有好茶可以体验 游客可以手工采一茶 制茶 然后可以带自己炒的茶回去喝 整个村是我们山江县规模种植场面最早的一个村 离开仙人山茶厂以后 我们来到山景县 承阳霸寨景处 这里建筑是洞族特色 那我们身后是我们的承阳永济桥 它是始建于1912年的 也是世界的四代历史名桥之一 郭沫若老先生也是为他提过词的 我们已经到这里了 是什么楼呢 这里是我们东寨的古楼 哦 然后我看人机合好多 这是什么活动呢 这是我们马上要进行的一个百家宴的活动 百家宴 会唱一点歌 然后再表演我们的仿杀支部的一些民俗舞蹈 民俗节目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才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餐桌前面去进行一起吃个饭 来呀 来呀 三月份 情歌唱起来 我们黄洛瑶在的长发节 主要是少女成年礼的一个展示 再有一个呢 是我们洪瑶阿嫂的一个长发的一个展示 就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 我们都会在黄洛瑶在这边举办这个长发节 在黄洛瑶在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刘长发 广西被指为天线民歌尊炼的地方 有次我来到歌声如海人如潮的柳州 与风色处感受广西的三个文化 传说中歌线刘三杰就是在这里全歌声线的 每年我们三月三都会在这里举行非常精彩的这个三歌王争霸赛活动 所以当一个游客也可以体验那个民歌在这个活动中 是的 正好歌王亿山 所以请他唱民歌给我听 六朝十古十古海马丢阿团阿泪 丢阿团阿泪 一年十几百个台马丢阿团阿泪 丢阿团阿泪 丢阿团阿泪 丢阿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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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得让小朋友们了解自己的文化 在学校里的留学生 在散业伞也可以参加各种中国民俗活动 不仅可以让后代继承文化 而且可以顺存中国文化到各国家 第一次来体验广西散业伞 感受到广西的民俗风情 三个文化美食美景 让我留恋忘返 我相信中泰面前之后 联国交流会变更多 泰国游客肯定来广西 体验这里的美丽 我很期待中泰联国合作的发展 联国从古至今都有很紧密的文化交流 作为一个泰国人 我相信中泰联国贸易 和旅游肯定越来越繁荣 我相信中泰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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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中泰国人